现在的品牌都想把车的隔山越做越大 你看有些已经把隔山都充满了整个前年 不过长安他们这个Uni系列就很巧妙 你看它隔山虽然不是做到尽头 但是它因为没有做边框 而且它这个隔山的设计做了一个这样渐变的设计 所以你会感觉怎么样 感觉整个前年都是隔山了 根本没有边界了 无边无界 好了各位观众 这就是2020广州车展长安为我们带来的第二款Uni引力车型 Uni K 之前有很多朋友写他们的名字的时候 包括我们公司的一些小伙伴会写出 写成U-N-I-T-T 就是那个Uni T那个小一点的SUV 其实他们是Uni而已了 对因为那个Uni是单元的意思 很多朋友就小学学英语 Unit One Unit Two的时候 对那个单词印象太深了 所以写错了 我觉得他们用Uni这个名字 虽然他们官方叫引力 但我觉得他们起名字的时候 可能是考虑到这个Uni K 就是独一无二这个意思 因为你看他们整个Uni系列的设计 都是非常的个性化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Uni K会更加的能代表它这个系列 Uni K 是吧 读起来就是跟那个独一无二那个Uni K 这个意思 那这台车呢 它是一个大五座的SUV 对 非常的霸气 现在资图品牌里面 做这种大五座SUV的品牌 其实也有 像隔壁那个截图也有 但是呢 做到一个比较豪华的 就品质比较高的大五座SUV了 我想来想去 除了这台之外 应该就是红旗的HS5了 对 所以这两台车应该是一个对手来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尺寸 四米七级 然后轴距是2890 所以这个轴距其实是比广本那边的贯道还要大的 贯道应该是开创这种大五座SUV先合的一个车型了 那这个是比那个更大 那为什么叫大五座SUV呢 其实你看以这个尺寸啊 它完完全全可以做成三排七座的 对 后面其实 那么大 后面完全可以做第三排的 但是 他们会把这个车型 以这个尺寸下面做五个座位 所以后排的空间就会非常大了 同时后面的那个 先让大家看一下吧 看一下后排有多大 来 你看前面已经是一个正常的驾驶座姿 后面 一个全屏的地毯 是吧 它甚至可以 好大好大的 你在后面可以各有躺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有了那么大的一个体型之后呢 它就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动力来推动它才行呢 那这台车呢 是装备了长安他们的蓝金系列的2.07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的数值很厉害啊 233马力 扭力达到390牛米 然后再配一个爱信的8前速的变速箱 还有来自伯格瓦娜的一个AWD的一个全能驱动系统 所以这套动力系统看起来已经是比红旗的HS-5要更胜一筹了 好 当然最后的表现怎么样呢 还要试驾过才知道呢 至少现在看起来是不错的 但这台车呢 它除了这个动力非常强悍之外呢 其实它里面的配置也是非常的高的 那个中间的语音控制系统呢 是用了克达逊飞的一个飞鱼3.0的系统 对 你之前是不是看过那个新闻说长安跟克达逊飞还有宁的时代 要三强合力来做这个新车型呢 那其实在之前的这个UNIQ这个传统燃油车的系列上面呢 长安已经跟克达逊飞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联系的了 所以这一套系统它的语音识别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叫声音复刻的功能 它能够去捉取一些声音的特征 然后呢 通过它的TSS一个合成的系统呢 去合成各种反馈的声音 比如说啊 你对你的女朋友的声音特别特别的着迷 可以 只要让它来训练一下这个系统 大概读十句话左右就OK了 然后这个系统呢 就会捉取到你女朋友的声音 然后以后你在车上听到所有的反馈 就说那些 欢迎啊 下车别忘了带手机啊 空调已经被你打开啊 之类的反馈全都是你女朋友甜美的声音 是不是很好玩呢 这个功能之前在某一个新势力车型上面是有过的 但是在这种传统车型上面 这是第一款使用这个系统的车型 然后呢 它的玻璃就是前面的那个 它有一个三屏的系统啊 前面那个大屏幕的玻璃也是挺有意思的 它是第一款用了这个康宁大猩猩的一个叫做 车规级的一个Z型曲面 很扎曲面玻璃的名字有点长啊 反正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玻璃吧 那之前呢本来说这个坊间传闻呢 是说广汽那边跟康宁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是作为它的第一款使用它们玻璃的一个车型来出现的 但后来可能是因为技术原因吧 反正现在呢 这个长安的Uni-K呢 是中国来自全世界第一款用到康宁的这个玻璃的车型 很有意思 很多这些点的 它前面的那个仪表板的设计啊 用他们长安自己的话说 他们是考虑到一个人音的因素 就是基因 人音 那个人音 所以呢 他们会设计的一个13度的黄金夹角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眼睛跟在这个仪表跟路之间切换的时候呢 只有13度 让你尽量的不用分心 其实说起这个我就想到马自达 之前马自达的设计理念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啊 因为常常跟马自达有合资嘛 所以有可能其实在马自达那边去挖了一些工程师 去指导这个车的一些内饰的开发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尾箱 这里很漂亮 你看 看这里 看这里 这个跟保时捷一样的一个立体的尾灯的 然后这个尾翼呢 跟Unity有点不一样 Unity是更像那个拉摩基尼的 Urus的那个立体的设计 它稍微的回归传统一点 但是也是有了这个 这个有点像那个飞行器的一个 一个后面的设计 非常的酷炫 好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来看一下这个车厢 这个方向盘也是很跑车饭的方向盘 大家再看 它不是一个圆形的 上下是平的 就很跑车饭的那种方向盘 然后呢 哇 你看这个中控台 那么夸张的一个中控台 然后一个飞机的那个飞行器式的一个换挡的机构 然后下面是悬空的 所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对 因为尺寸毕竟摆在那里 好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冷渣玻璃嘛 然后呢 这个音响是比较有意思的 大家可能没有在车上看到过索尼的标志是不是 之前福特是有过 但那个是跟索尼一起做的车机 但这个音响喇叭用索尼我印象中是第一家 所以他们在这些科技配置方面真的是很有心思 跟别人走的不是寻常路 前面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了那个放动机盖 我们再去望一眼吧 看一下传说中的这个蓝晶2.0T的放动机 反正盖得严严实实的你也看不到 好 那这台车呢 现在只是公布了一个车型 不过他们也很大方 包括它的内饰啊 包括这些都给我们随便的看 具体的价格没有公布 但他们只是透了一下风 说这个定价应该会在18万以上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红旗那边 红旗H15是18万多到24万多 所以我估计即使它真的是18万起价的话 其实还是有竞争力的 毕竟无论是这个动力 空间设计配置各方面 就除了品牌可能跟红旗 还是有点那个没办法 红旗真的高高在上的这个品牌 没办法的 但是各方面的战斗力比红旗更强 而且通常这种透风说18万 到最后出来的话 多数搞成搞啊 就17万多那样是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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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